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新的貓BB叫什麼名字 新的貓BB,大家猜猜是什麼名字 給大家猜猜是什麼名字 但我猜不到很誇張 誇張是什麼呢? 誇張是有千多個觀眾 留下千多個留言給我們 提議我們貓BB叫什麼名字 現在貓BB已經可以出來玩了 他有點不耐煩 因為...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他的樣子 大家看到嗎? 不要再走他了,乖 然後再給大家看看 我對貓BB就... 非常好奇,他一舉一動 現在我們決定了貓BB叫什麼名字 其實這次你的名字的名字 都是來自某部份的觀眾 因為我看到很多觀眾 我們已經看了很多觀眾的留言 然後看到有些觀眾 就打算是糯米池 還是雪米池的名字 然後我一開始 其實一開始我也是叫做 BB叫做雪米池 但雪米池的名字就是太長了 然後我們就演變了名字 叫做自自 首先是叫自自 就是糯米池的 之後就叫自自 然後就叫做自自 對,自自 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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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沒錯 因為這個名字 讀起來很順口 所以就是BB 新名字就是自自 然後呢 樂樂也叫做樂樂 多謝你的分享 我們都預備了一個新的玩具 這個...是嗎? 新的玩具 都叫做玩具 貓爪箱 沒錯,其實就是紙箱 我們馬上砌一砌 看看 阿智智或者樂樂 喜不喜歡這個貓酒箱 對了,貓箱這麼簡單 一個人做就可以了 負責吃花生 好可愛喔 我想說這個紙 這張紙就是貓箱的樣子 然後它後面就是說明書 很簡單 我覺得不用看說明書 這個應該是史上最快完成的玩具之一 對 完成 超簡單 那就做了一個貓紙箱 我們就看看樂樂和自自有什麼反應 殺傷力很驚人 看看自自的樣子 這張紙箱 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幫自自呢 戴了一個頸箱 是有鬆動的 還能放到兩個手指進去的 但是呢 因為自自太小了 所以就要戴著鈴鐺 免她跑去那些梳化底 我們不知道 就不知道她跑去那邊 所以就拿著鈴鐺 沒有人想玩我們賣的紙箱 沒有人想要 她要拖鞋也不要你 啊啊啊啊啊 你給我進去啊 我覺得樂樂可以的 樂樂可以睡到的 樂樂 你試試睡吧 樂樂你 好重啊 不是貓很喜歡玩紙箱的嗎 行了 她終於找到一個趣味 是不是很鬼熟呢 走了啦 怎樣啊 我自己玩 可能要放一段時間 她們才會喜歡她 所以呢 今天這個影片也拍到差不多了 也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還有呢 喜歡這次的貓BB 她的新名字 也都可以讓觀眾 這麼踴躍的參與 一起幫貓BB 改一個新的名字 還有大家記得看我們這個影片 按LIKE之餘 記得參加我們接下來的 每一個星期的抽獎活動 希望大家在聖誕節之餘 到時還有禮物抽 一起開心個聖誕 今天影片也拍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 還有記得按LIKE 我們下一條影片最重要的 拜拜 拜拜